大家好,我是阿妈,早上好 今天的早餐可香了啊 五花肉韭菜炒的米粉 广东米粉是特别适合炒着吃的 其实七八点钟就起来了 这是我赶早去买的新鲜五花肉 好几大块啊,可能有五六斤 我准备下午来练一点猪油 顺便做脆哨,这些食材就刚刚好 像这样子已经去皮了的 早餐就洗了一小块,切成这种五花肉条 然后搭配广东西米粉来做炒粉 我们一家四口可能就是每次吃 基本的就是四到五块左右啊 冷水泡,泡个十多分钟 去买菜的时候看的这种新鲜的 细意的这种韭菜就感觉很香 给它清洗干净,切成段 再切一点葱姜蒜就差不多了 这个米粉你给它泡软了以后 稍微的掰开,再泡到没有硬心就可以了 倒点水后还可以把这个米粉的水挤一挤 然后倒上一圈左右的红烧酱油 或者是老抽上的颜色 可以再抹一点油 这样炒起来它就不会拔锅 然后颜色也很好看 五花肉你就先放到铁锅里面 给它炒香 把猪油炸出来就没那么腻 放上葱姜蒜啊,一点配菜 然后再加上酱油跟一点蚝油 我还倒了一点点五香粉 给它们翻炒出入香味 再把细米粉倒进去,翻拌均匀 我感觉炒米粉还是得用筷子 这个锅铲翻不动啊 后面就换上了筷子给它挑一挑 调匀后就可以把韭菜断放进去 炒到断生即往也就可以出锅了 在出锅之前一定要试一下咸淡 不够了你就加点盐 想要味道更鲜 你可以放一点鸡精啊味精啥的 这样子我们今天的五花肉韭菜炒米粉出锅 这种细米粉吃起来的口感弹弹的 又有嚼劲 不是那种软啪啪的 就很香干爽的 再掰两个石榴 顺着纹路给它掰开 用擀面杖一敲就掉下来了 现在应该是九点半了哈 刚刚叫他们起床都慢吞吞的 这开学咋办呢 六点多钟能不能起床啊 现在开始要锻炼早起了 然后这样全部敲好了以后 今天的早餐就搞定了 你们看到的时候估计都到中午了哈 晚上再见拜拜